華南金控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歷經了11天的激烈交戰後 終於進入了尾聲 贊助單位代表也特別現身 冠軍賽前的開球儀式 開出一季好球 他們連續8年贊助這項比賽 無非是希望以行動 支持國內的國中棒球選手 提供他們相互較勁的舞台 今天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來做這個開球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使命感 就是說我們運動主要贊助的focus 是在於棒球 那青少棒又特別的不一樣 主要是因為青少棒 青少年在國中的階段 那屬於一個就是說 比較不被關注的一個年齡層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特別 針對青少棒的部分 有特別做一個冠名贊助的活動 那今年已經是連續第八年 此次比賽的冠軍 將會取得U15國家隊的組訓權 前往中國深圳 參加第十屆亞洲青少年棒球錦標賽 為國爭光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全力以赴的來 幫台灣能夠拿到另外一個 國際盃的這個冠軍獎盃回來 在企業的積極支持下 台灣的三級棒球得到了許多軟硬體的資源 挹注 小球員們因此有更好的環境去接受訓練 並在比賽中累積經驗 也讓台灣的棒球火苗 可以一棒又一棒的傳承下去 回來期的新聞黃瑞虹李悠謙 採訪報導 今回看 Mona 谢谢观看